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现在我左手边这是我特意在某宝买的爆米花玉米 然后我的右手我经常烘的椰家雪葳咖啡豆 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用到的样品的咖啡豆的烘焙机 等一下我们来挑战一下 我不知道能不能成功 看能不能在我烘焙咖啡豆的时候 同时烘焙出来爆米花 希望大家给我加点油 先尝试把玉米粒直接放到烘焙机里面 我打开烘焙机 好 起火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我刚才放到这个豆苍里边的这个玉米啊 把它直接就开始下锅了 这个时候大家可以听到它里边它是有声音的 然后这个时候玉米已经开始在锅炉里边开始加热了 先取个样豆 颜色稍微有一点点深 变得有点干干的 看来要再等一会儿 我看有点这个情况有点不太妙啊 因为我第一次烘这个 我心里边还是有点小紧张的 这快十分钟过去了 然后呢 现在我只是闻到了有一些这个奶油玉米的味道 但是它还是完全没有爆的 我感觉这次真的要与失败高中了 哎 还是失败了 但是这个味道真的好好闻啊 哇有点烫 还是有点烫的 还经过这次失败 我感觉应该是我的策略不对 我应该让咖啡豆和玉米同时放进锅炉里边来烘焙 我觉得这样极有可能成功 那我一半的玉米和一半的咖啡豆把它放进来同时烘焙 看一看第二次能不能成功 一半玉米一半咖啡豆准备下锅了 好第二次准备开始了 下锅 好期待 你看一下咖啡豆和玉米的状态 哇现在这个咖啡豆已经变色了 已经差不多拖完水了 但是玉米还是正常的颜色 我已经听到了里边噼噼啪啪的声音 感觉好像是爆米花爆掉了 但是呢咖啡豆好像有点不太熟 感觉这次又要失败了 这会儿也要出锅了 因为爆米花我看好多爆开了 这次又是只是爆了一半 又失败了 经过前两次的失败啊 我特意的去找了大量的这个资料 还有一些朋友 我经过循环了之后呢 我才发现 咖啡豆和玉米不能同时放到这个里面来烘焙 因为他们是有着不一样的爆点 所以说呢我要先放咖啡豆进去 而且咖啡豆和玉米呢它是要有一个比例的 我先放100克的咖啡豆 烘焙机的这个预热点到150度了之后 我先让咖啡豆下锅 下完锅了之后呢 等到咖啡豆进入了一爆的爆点了之后 我再放玉米进去 这样有可能能得到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咖啡和爆米花的一个结果 等一下我们再尝试一下 我先放咖啡豆下去 等到咖啡豆进入到一爆了之后 再放玉米 好期待 现在目前来说一切状况都良好 咖啡豆已经刚过了这个脱水 进入到一爆了之后呢 我会把玉米放入到烘焙机里边 和咖啡豆一起来烘焙 现在咖啡豆已经变成了这种浅棕色 已经听到咖啡豆一爆的第一声了 现在立马把玉米进到这个烘焙机里边 已经听到了咖啡豆的噼噼啪啪的零碎的声音了 现在已经听到了咖啡豆的一爆的秘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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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成功了 好 现在准备出了 我打开这个冷却盘和风扇 哇塞 真的成功了 好香啊 这次真的成功了 吃一个很甜 有一点点咖啡豆的味道 终于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 我把咖啡豆和爆米花一起烘焙出来了 我真的吃到带一点淡淡的咖啡豆的香味的爆米花 真的是太棒了 今年过年回压 又有的喝又有的吃了 对不对 OK 希望大家能过年的时候既有吃的又有喝的 有吃有喝 好不好 好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Cheers